大家好,我是何顺颖,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叫《小美找新家》。 小美的哥哥姐姐们每天都会辞教她,因为她们全是白的,小美是黄的。 妈妈什么也没说,因为她要小美学会保护自己。 每天晚上,妈妈都会跟孩子们说, 有以前,你们会被个人吹走,过后,你们要找个地方住下来。 一天,一个人把妈妈踩了下来,用力一吹,把孩子们吹走了。 妈妈用尽最后的力气跟孩子们说, 去吧,去找你们的新家吧。 小美飘到远处找了好久,但还是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新家。 她失望极了。 小美飘啊飘啊,到处去寻找新家。 突然,一只漂亮的小鸟飞到小美的面前。 小鸟说道,我的名字叫小花,因为我爱花,你需要帮忙吗? 小美回答,小花,我正需要帮忙,你可以帮我找个新家吗? 小花说,好的,我们一起去吧。 小花帮着小美飞啊飞,去寻找一个小美喜欢的新家。 这是丛林,你想住在这里吗? 小花问,小美回答,太多树了,我不喜欢。 于是,他们又去别的地方走。 小花问,这是沙漠,你喜欢吗? 不,这里太热了。 小美回答,于是,他们又去了别的地方。 小花说,这是一片蒲公英前,全部的蒲公英都是黄的。 小美兴高采烈地说,对,就是这里,我都要住在这里。 最后,小花也住了下来,从此以后,他们两个过着快乐的日子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